立法院未还委员会20号排审再生医疗双法 多名立委相当关注付款许可 卫福部长薛瑞源表示 考量病人能够及早接受治疗 因此只要再生医疗治疾完成临床第二期试验 经审查风险效益 具有安全性及初步疗效者 得附加付款和于有效期间不超过五年的许可 其满不得展言 我们认定会喊病的 那个是不一定要做完三期 那是用专案进口是可以来做处理的 那我们讲的应该是不是属于喊病的 那就一般的医疗 那这给五年的期限来完成 它的第三期临床试验 大部分都是可行 有评估过大部分可行 对 大部分都可行 有立委咨询指出 许多癌症病人很期待新兴的医疗方式 但再生医疗花费昂贵 卫福部未来是否考量纳入商业保险 嘉惠国人 对此薛瑞源回应 那陆健保机制正在严宁当中 在健保尚未给付以前 是可以找商业保险协助 后续将请金管会及保险业者洽谈 那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在这个商业保险方面 也可以去考虑 对 这是两个方向 那商业保险的部分的话 要怎么样把它纳进来 我们会找这相关的保险业者 然后金管会一起来谈这个事情 是 1.4是如何评估的 项目来讲的话 我们是有列清单 那至于说为什么会有增加的原因是 我们原来的准备的人数是1万多人的使用 那现在我们预计要增加到10万人 另外针对近期卫福部统筹动用 第二预备金大量采购 暂时外伤用药 遭立委质疑 对此薛瑞元回应 根据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规定 卫福部要定期检讨战略物资储备状况 由于数量增加到10万人 因此有临时需要 必须动支第二预备金 强调这些药品只占健保少部分 而且是普遍的药物 不会造成缺药问题 远时新闻胡顺八度立法院采访报道